猎人海利布 海利布是一个既勇敢又善良的猎人 有一天,海利布到深山去打猎 忽然听见天上有喊救命的声音 他抬头一看,看见一只老鹰抓住一条小白蛇从他头上飞过 他急忙搭建开弓,对准老鹰射去 老鹰受了伤,丢下小白蛇逃了 海利布对小白蛇说 可怜的小东西,快回家去吧 小白蛇说,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报答您 我是龙王的女儿,您跟我回去 我爸爸一定会重重的酬谢您 我爸爸有许许多多珍宝 他含在嘴里的那颗宝石 谁要是含着,谁就能听懂各种动物说的话 海利布想 我倒不在乎珍宝 但是,要是真能听懂动物说的话 那真是太好了 他问小白蛇说 真有这样一块宝石吗 小白蛇说 真的 但是,动物说什么话 您只能自己知道 如果对别人说了 您就会变成一块僵硬的石头 海利布点点头 跟着小白蛇到了龙宫 老龙王说 谢谢你救了我的女儿 我要重重的酬谢你 我宫里有无数的珍宝 你爱什么 就拿什么吧 海利布什么珍宝也不要 他对龙王说 请把您嘴里含着的那块宝石给了我吧 龙王低头想了一会儿 就把嘴里含着的那块宝石吐出来 送给了海利布 海利布临走的时候 小白蛇跟了出来 反复叮咛他说 恩人 您可要记住 动物说的什么话 千万不要对别人说 如果说了 您马上会变成石头 永远不能复活了 海利布 海利布 谢过小白蛇 就回家了 海利布 有了这颗宝石 打猎 方便极了 他把宝石含在嘴里 到山林里一走 哪座山上有什么动物 就全知道了